我們就是針對剛剛提到的就是那個全程郵局地址 在這個地方再做延伸 那在做那個存程以SEL之前 我想說有幾個問題可能可以讓它更好 哪個地方呢 那比如說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比如說我要合併跟分割 你會發現合併的時候呢 其實程式就這麼幾行 其實程式怎麼樣把它合併在一起呢 基本上就是25個檔嘛 所以我們用OS.work 所以上個禮拜提到的這個OS.work 實際上就是把這個目錄名稱給它 這個目錄放在它後面 它會把這裡面的檔名跟副檔名的這個清單呢 傳回來放在這個List1裡面 那透過這一個List1的串列變數 那我就可以把它一個一個的open 有沒有 所以F等於open嘛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主要是串什麼 串這個List1的哪一個 所以這個裡面放的就是檔名跟副檔名 然後呢後面記得要串兩個換行 當成是分割符號 那最後的話就把它輸出成一個all.txt 所以最後你可以看到這個存完檔之後呢 在旁邊會有一個all.txt 不過啦 這邊會有 我是覺得如果要更好的話 理論上應該什麼 我是希望說呢 能夠幫我合併完之後 會在它的外面這邊多一個all.txt OK 最後我覺得如果更自動的話 因為最後好像我們會做一件事情 怎麼是呢 因為我合併完之後 我會希望把這些都刪掉 有沒有 但是我們上個禮拜是用手動的方式刪除 那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做一個動作 最好是可以幫我合併完之後 接下來就幫我把它自動刪掉 因為我們現在是按 這是手動嘛 自己變成說進到這個目錄裡面 然後把它全選 然後按delete掉 那問題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寫一個程式把它刪掉 那寫在哪裡 剛才寫在這個後面就好了嘛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做一個動作 可以把這裡面的檔案全部刪除 OK 那寫在等於它合併完之後再刪的話 那怎麼去把檔案刪除 其實我好像上個禮拜有跟各位講過 在那個什麼 OS這個模組底下 它其實有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 我好像有在這邊做一個清單 這個OS模組 它其實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OS點remove remove的話就是刪除哪個檔案 所以remove刮弧裡面你只要給它 哪一個路徑的哪一個檔名 負檔名的話 那它就會幫你把它刪掉了 所以假設 如果假設你要刪某個檔的話 很簡單就是在這邊 比如說你要刪那個 三重的話就OS點什麼 點remove remove它會自己出來 remove有沒有 OK 然後後面的話你就給它拿一個檔名 比如三重點txt 那所以你其實是可以把這個路徑有沒有 這個路徑拿來用好了 可是問題呢 你說老師那我要全部的話 那很簡單吧 你剛才拿這個之前用過的有沒有 Four路徑這個有沒有 把它複製到這裡 然後接下來 底下這一行也可以複製 所以這兩行其實一起複製過來好了 所以這一行也複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知道說呢 在這個木戶底下 它有 就是多少個檔名跟副檔名有沒有 它實際上指的就是這個目錄啦 就這個目錄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目錄裡面的所有的檔名 副檔名傳回來之後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list1裡面 那如果我要把它一個一個刪除的話 主要是always and remove 然後面的話只要改成它的檔名跟副檔 可是還要再加上什麼 它的路徑 所以路徑其實上面好像也有 所以我就可以拿這個open的這個路徑 有沒有 直接把它複製 到哪裡 到這裡有沒有 這個就是它的 我放的路徑 因為我放在的是download底下的這個 然後後面加上檔名跟副檔名 所以我把它Ctrl-C 然後我就直接複製 貼到哪裡 貼到這裡來就可以了 所以R到這邊 後中瓜阿虎 然後把它貼過來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把程式給寫好了 所以 假設你要把這個目錄裡面全部都移除的話 記得是拿這兩行把它複製過來到這裡 然後面的話再利用always and remove 把這一行一直到這裡 把它拿到這邊來 我猜應該這樣OK了 所以他會幫我把那個目錄 每一個每一個 放到always點櫚幕 所以他會先把三重刪掉 再刪掉中立 以此類推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假設我補了這個 那理論上應該是 將來我把它執行之後 我看一下 執行之後的話 他應該會怎麼樣 會先得到一個always點TSD 然後再把這個裡面的 這個檔案全部刪除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剛剛是沒有了 現在執行 OK 沒有錯誤訊息 我們來看一下always點TSD已經產生了 所以一直到這個上面有沒有 這個上面是產生這一個 然後下面這個的話 就是把這個目錄裡面的 所有檔名跟副檔名 通通刪掉 那打開看看好了 有點像變魔術一樣 我現在打開看 裡面有沒有 裡面是空的 為什麼 因為我把它remove掉了 所以以後的話 你假設要把某個目錄裡面的 所有檔案 通通刪掉的話 那其實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第一個合併 那你說老師 那我分割是不是也可以一樣的道理 那我分割 我分割的話應該是什麼 分割是在把這個always點TSD 把它分割到這邊裡面來 然後最後可能還要再多做一件事 因為上個禮拜 我們做的時候是always點TSD 在分割完之後 我還是變手動刪掉了 那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是我把它分割完之後 最後再把always點TSD刪掉就好了 那我怎麼把它刪掉 其實很簡單嘛 如果你要把它分割的話 你可以在close的這邊下面打一個os 一樣點remove 不過你會發現 它這邊會打個叉叉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沒有先input那個什麼 input那個os 所以這邊可能要記得 先把這個地方input os 因為這邊沒有用到os.work 所以等於是沒有os的賄賂 所以這個要先做 然後os.remove一下 怎麼判斷有沒有input 就是你點下去有沒有 它會有清單 那表示你有input 如果你沒有input 它不會有清單 那remove的話 比如說remove這邊 那一樣 最後跟它講說 你幫我刪 那我的那個路徑在哪裡 我的路徑是在這邊 這個下載的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always點TSD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這邊 直接拿這個路徑 到download這個地方 把它複製一下 不用全省 因為我的o.tst 它其實不是在全省優勢地址 所以我直接拿這個貼到這裡 然後面加上o.tst 然後後雙引號一下 因為這邊有雙引號 然後這邊一定要雙引號 這樣的話等於就是說 我當我把它分割出去之後 最後再幫我把o.tst有沒有 就幫我把它移除掉了 那我就不用在手動按右鍵 還要再把它刪掉 不要麻煩 OK 我們試一下 所以這裡面空的 然後我現在run它 之後呢 把這個o.t分割到這邊來之後 順便再幫我把它刪掉 所以把這個分割完之後 到這邊來 然後再把這個把它刪掉 來 讓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執行 沒有錯誤訊息 然後會出現分割完成 那我們來看一下o.tt不見了 因為我剛剛有把這一行多加進去了 所以o.tt不見了 那看一下這個全球尤其地址裡面有沒有 有了 OK 那表示應該是成功 那好處就是說 上個禮拜還會多一個手動的方式 就是說呢 你可能還要合併完之後 你要手動把這邊刪掉 那現在呢基本上不用了 現在的話直接什麼 直接亂玩 它會自動幫我把這個全球尤其地址裡面的檔案刪掉 變成o.tst 然後你再把它分割 它會變成什麼 o.tst不見了 然後又把它分割回來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的檔案你想分就分 你想合就合 那很簡單嘛 以後如果你要做一個全年度的報表 那你就把它合併嘛 一到十二個月 如果你要把它分開 各月份的報表 那你就可以再把一到十二月再分開 那就不用那邊辛苦 在那邊自己慢慢在那邊剪貼 OK 好 那試一下 請各位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這個地方剛剛提到的那個程式 其實我看雲端上應該也有 刪除那個o以外的檔案這邊 應該在雲端白板的利益三十六頁 三十六頁 那其實這個 也可以直接拿那個上面來那個啦 來輸改 會比較 比較快一點 然後 這邊這邊也有 always.remove 其實我之前也有加 所以又多了一個方法 多學一個啦 叫always.remove remove的話就是三檔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快速的刪除 某一個目錄裡面的所有檔案的話 那就用這個方法 那又不能亂刪 也不要刪錯了 如果刪錯的話這個是不可逆的 就是你刪完之後 假設刪錯了 你在那個 那個回縮桶裡面是沒有的 他就直接幫你刪掉了 所以其實這個還 有一點那麼危險性 可能要注意一下 試一下 always.remove 那其他當然啦 你說老師 那我要做一些其他更延伸的動作 可不可以啦 其實可以 可能你就是要自己再去試一下 有關always的這個模組 有沒有 包含就是建立目錄 你說老師 我想要一個檔案一個目錄 一個檔案一個目錄 可不可以 那目錄裡面就放一個檔案 可以啊 你就是建目錄嘛 然後把檔案放進去 那其他還有像刪除目錄 或者是說重新命名 然後remove 這些很多 OK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不妨可以延伸再去了解一下 其他還有像什麼 always.pass.edis 檢查那個檔案是否存在 這個其實也蠻常用到的 其他的部分的話 如果現在不會寫啦 不然不然就 就是 使用那個chargept chargept 應該也可以幫上一點忙 OK 試試看 呸 嗯 吧 嗯 我